《圣经好听》 cultiv泪 我是梨平安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圣经好听》 这个《茶经》节目 与我们一起查考《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希望藉着这个《茶经》节目 提高弟兄姊妹对读《圣经》的兴趣 从而对基督的信仰认识更深 更愿意的亲近神 好,我们继续查 《旧约圣经》历史书之一的《路德记》 在上一集,我们讲完路德和波瓦斯的故事 见到路德和奶奶南俄米最后都苦尽这么久 而波瓦斯的家庭也无神的大大赐福 真的很开心,终于都大团圆结局了 波瓦斯和路德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俄秘德 最终成为大位王的曾祖父母 路德记最后五节经文列出一个家谱 或者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路德记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 法瓦斯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瓦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 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迅 拿迅生撒门 撒门生波瓦斯 波瓦斯生俄比德 俄比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位 这个家谱总共列出十个名代代相传 第一个名法瓦斯在四章十二节的经文出现 当十位长老和在城门口的民众 见证完波瓦斯要属以利米勒的土地和取路德为妻之后 牵赏他们的祝福 希望耶和华持福给他们的后代 就好像法瓦斯的家庭一样 同样的家谱包含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三节到六节 和路加福音的三章三十二三十三节 主耶稣的家谱里面 想不到路德记由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开始 最后竟然列出一个发人心醒的家谱 作为这卷书的压述 相信大家都熟悉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列出主耶稣的家谱 其中有四位女士榜上有名 而其中三个和路德记的人物有关 子山可不可以讲出哪三个? 可以 分别是法瓦斯的妈妈他马 波瓦斯的妈妈拉合 当然还有波瓦斯的妻子路德 在当时重男兄女 排清外邦人的古以色列社会 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家谱 其实是隐藏着神浩大的恩典 和长远的救赎计划 在那个黑暗混乱的士师时代 路德记除了带出爱和忠诚的信息以外 还藉着这个家谱给我们看到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苦难之后 神兴起大位继承素罗 为以色列建立一个轻盛和富强的统一 王国洗脑百姓的生活终于可以 由动荡转向太平了 由利位令到以色列民族复兴 带来和平的君王大位 就是出身于一个首戒命 有爱心的平民百姓家庭 路德和波瓦斯用巫师的爱 令饱受苦难的拿鹅米 由空空变为满满 而耶和华神也藉着他的后裔大位 巫师的献上自己为以色列民争战 使老百姓可以在这块英许之地上 得享暂时的安息 路德记里面的这份家谱虽然不完整 不过他宝贵之处在于 借着大位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显示出来 而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 将来必定会应验 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 带领神的子民进入永远的安息 邓斌啊 我们查完整卷路德记了 我想归纳一下我们所学的内容 也都讲一下 如何将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上 好啊 路德记总共有四章经文 全部都是与爱有关 包含了四个步骤 或者我为每一章起一个标题 而你就很简单地讲一下他们的重点 没问题,你先开始吧 第一章,爱的宣言 路德宣告,无论生与死 他都要和奶奶奶奶奶奶在一起 第二章,爱的行动 路德跟着奶奶奶奶来到百里行 在烈日底下针墨碎 目的是供养他奶奶奶奶奶奶奶 第三章,爱的请求 路德夜探和长 要求波瓦斯 第二,以行动走真理的道路 第三,被主接纳 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 第四,与主的生命完全结合成为一体 这个似乎也是基督徒生命的四个重要阶段 要以神的爱为中心 才能蒙神越纳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在世思时代 社会极度黑暗 道德堕落 人根本就不可能会想得到 路德竟然会成为神使用的器皿 他没有高贵的血统 没有受过律法严格的训练 还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摩押女子 他和波瓦斯都只不过是敬虔爱神 彼此相爱的普通人 竟然成为以色列最具荣耀的君王 大卫的祖先 有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 路德和波瓦斯之间的爱 不是因为普通血缘的关系而产生的爱 而是因为爱神而彼此相爱 所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 他们梦神简选 将福分带给以色列全国 和后代子子孙孙 就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人尽管生活在腐败和黑暗的环境当中 仍然可以因为爱神爱人 令自己出污泥而不染 成为当代的路德或者波瓦斯 给神使用 为神的国度做美好的见证 神的恩典也超乎 有种族地域和血缘的关系 至于这方面带来的教训 我们会等到下一集才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我 plano尽了 我邀请你走 稍后 还再见 我邀请你走 感谢观看